大家好 國仔賽日 完結後 剛才駁爛門的馬對嗎? 不適合心水不要緊 這隻相對應該會穩陣一點 而且沒有那麼駁邊緣 因為你始終駁爛門的場次 會選邊緣一點 這隻馬應該會正路一點 是重心之選 選這隻馬給大家一隻馬 我告訴你 還未選馬給你之前 最重要是做了這幾個步驟 comment like share我們的片段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最重要是做了會員和好拍檔 鵬一樣有好東西給大家 而且最近除了賽馬之外 足球心碎都可以的 希望今次過了國際賽後轉轉運 馬就開始陸續回來 事不宜遲 立即和大家介紹 我今次給另一場重心選擇 和大家看看五班一千的賽事 就是萬事友前一次的跑法 萬事友是哪一隻 外檔 紅黃色衣服那一隻 現在在前面看看排頭那一隻 2號那一隻就是萬事友 萬事友其實很虧 這次他拿過最外檔的九檔 因為這場只有九隻馬 但是他也是可以讓他賣到 其實這隻馬在這個場地 和這個賽事裡面 他真的有一定的質地 因為始終這隻他也會贏過 而且他跑完第一千是OK的 而且這場的潘頓騎 我覺得最重的榜 是有交代 但是沒辦法 因為榜重 始終這隻馬在這個路程上 是一定的實力 看到潘頓 在現在開始領先了 但是沒辦法 始終這隻馬榜重 然後有8號黑色衣服 9秒9 去挑戰他 和外面 3號這隻藍色衣服 投資有利 最後這幾步就過了 但是萬事友 都可以頂到位置 所以其實這隻馬 始終在這次這集 全部和和妥妥的馬來講 無論排什麼檔 我覺得穩定做膽 都是完全正老的 很快要高一千的長次 除了萬事友 無險冬的助騎做膽之外 腳角方面 第一隻我選擇的 就是這隻2號的龍之威 龍之威 這次8檔134磅 楊明倫騎 始終我覺得楊明倫騎 這隻馬 都不會太差 因為其實上次 他也不算輸得很遠 在4班那裡輸了兩個多年 落到5班 就完全另一件事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另一隻 就是上次都贏過的開心馬 今次是127磅 有個好檔 2檔 中逸禮劇 看看可不可以 幫他奪得很久的年治 因為始終這隻馬 都算是會贏 在這些班次上 有個股軍經驗 都是挺重要的 最後一隻 提供給大家 就是這隻 處女馬未開齋的特工 今季三次都上名 但是一直都比較難贏 抽個好檔 有個三檔 131磅 用到潘頓 希望可以幫到他打開 勝利之門 都是範圍選擇 總複今次的 深水推介 就是 慢事有造膽拖 龍之威 開心馬 還有這隻特工 阿鵬一樣有好東西提供給大家 看完他就非常好 希望大家 國際賽之後 都可以繼續贏馬 下次節目 時限再見 拜拜 大家好 國際賽人 剛剛跑完 今次 就跑馬地賽事 希望大家 剛剛的國際賽人 都收拾多少 今次 跑馬地賽事 我就有 這隻 心水可以推介給大家 未介紹到心水之前 希望大家未做會員 快點做會員 做了會員 都是幾部份 留言 分享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那就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 阿鵬的貼士 這次我介紹這隻 冷門 我覺得這個路程 真的有機會 爆一爆 還會給大家分手 馬上去片 看看我介紹哪隻馬 給大家 好 今次博藍門的場次 就和大家看看 這隻 松草之王 在前一次 1650的表現 松草之王 就是一號 那隻 現在走上來了 紅色衣服 有六顆星星 紅色帽 那隻就是松草之王 這次就是 希威心奇 其實這次 1650賽事 在五班 演出 其實都叫做 不錯的 因為他一直都是 自己是 守在一個 前列的位置 拿到一個 最後的 因為他這次 拿個磅真的很重 沒辦法 135磅 看看他 接下來這次的 發洋曲賽事 會不會有些 比較好的 祭遇 見到 現在方向頭 6號 橙色三個隻是怪獸王 7號 黃黑格仔三個隻 就是英勇猴王 跟大家介紹 這隻松草之王 拿到一條欄 給他 希威心 在第三位 一直都拍著 4號 那隻 間條三的 星仔精英 還有 3號 這隻 綠色三的 勇俊齊心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2號 另一隻 紅色三的 行進之寶 紫色球罩那隻 看到這隻 和大家介紹的 松草之王 這個路程其實是正確的 而且 在這個班次上 我都覺得他也是有一定質地 加上 他上一次1650 就輸得遠一點 今次給他 應該的 賠率 應該不會太熱 好了 看到他這場 的Palmadee賽事 最後200米的時候 透出了 曾經以為 他是有機會 一路 鬥著勇俊齊心 外面 還有一隻行進之寶 一齊其實 但是最後 這幾步的時候 一齊力拼下去之下 他輸了一點 所以大家看到 他這個走勢 和他在班次上 跑這個路程 絕對是值得 在這個 鑊欄門的場次 找他做膽 因為始終他也是有根據 好 鑊欄門的場次 除了潘頓的 松草之王做膽 腳角方面 第一隻推介給大家 就是這隻 一檔128磅 田太安的 座騎星際精英 這隻馬其實也算是有些班底 贏過的 來到這個分數 這樣的磅數 這樣的檔位 我覺得怎樣也要拖過去 而且最重要 因為上次都近過 大家要留意這隻馬 另一隻 大家也要留意近象的馬 就是 10號的怪獸蠻合 這隻馬今季 其實1650也贏過 不過近來我演出麻煩地 這次有個好檔二檔 巴道騎 看看我能否幫到他 拿得貴內第二場的勝利 最後一隻 大家都可以去兼顧的馬 就是這隻 麒麟 麒麟 梁家俊 在這場上 他有不少馬 都可以選擇 但是 始終他是幫阿希斯 122磅 六檔 他一輩子 唯一一次贏過 都是梁家俊騎 以及他在這個路程上過名 冷門 誰都會遇到這隻 大家 搏他好分頭 重複 博拉門的選擇 從草之王 做膽拖 星際精英怪獸 豪俠 以及麒麟 好拍檔阿鵬的心碎 你真是沒理由錯過 再重複一次 都要和大家說 記住看他的心碎 大家就非常好 OK 今次穩膽的推介 就是第六場 四號的長華孝寬 好了 我們一齊看看他上場的表現 十一檔 藍衣那隻 就是長華孝寬 陳家希騎 一出集見到家希仔 不斷比 不斷比 他都希望 看有沒有機會捱過來 見到戰爵之餘那隻 四號號碼那隻 就是他 真的 不斷比之下 結果他剛剛有個位 被他摺進來 前面那隻 辣得架勢 真是幾快 跟著第二位 那些 都有一些 喜進之聲 跟著 現在守著第四位 外面 都是三四踏 但是起碼 如果以他當位 十一檔 跑千年 都算是捱得漂亮 鴨鞭鞭 都這麼巧有個位 被他摺進來 全程都說真的 都不算特別好 不過 勝在 這隻馬 都算是這樣的 跟著 在中間位 其實 拉斯想著他有機會贏 不過說真的 轉彎這一下 其實陳家晞 又有少許露塵 他可以選擇裡面 他選擇了 他選擇了 外面 裡面有很多位 大佬 你今天飛出 就蝕了點位 反而 贏頭馬那隻 人之寶 那隻是在攝裏面 打到陳家晞 看過世以為 這場是貓 會不會是三十倍 誰知中間那隻 那隻 人之寶 你又想敗兄弟 但是說真的 如果他不是轉彎 蝕了那個位 我覺得這場馬 現在都是叮咚馬頭 上上落落 應該有機會贏 長華孝寬 可惜轉彎 就飛出面 跳回贏那隻 就在攝裏面 真的 上上下落 叮咚馬頭 結果就輸 但是說真的 那隻人人之寶 也是上到三班 也是厲害的 我覺得這場 這場 孝寬今次 找北道朗 有三檔 應該有交代吧 好了 今次推介 穩膽就是六場四號 長華孝寬 希望這隻馬 真的可以幫到大家 因為最近幾次 都是一半 有時候贏 有時候輸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包含 繼續支持我們 成老台 接下來星期三 希望大家一齊 和馬會 不要贏爆那麼難聽 和他們拿回多少洗費也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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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